弟弟 你也没有听说过 没有硝烟的战争 下午5点20 waiting caffeine等你 哎呀 嫂子怎么来这么早呀 古昧 大家都是文明人 我也不想你太难堪 我有话都直说了 离我老公远一点 哎呀 姐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 人家只是比较崇拜王哥而已 王哥是你叫的吗 叫王董 我们在办公室 都是很轻的 嫂子你别误会 人家只是怕黑 让王哥送我回家 就几次而已 喂 姐夫 今晚我店里聚餐 别迟到哦 你们的情景可不止在办公室而已 王哥最近新差 我才打打电话叫他去床而已 别的什么都没有呀 妹妹该不会真的以为 自己手段高明 十分厉害吧 姐姐的情况不要误会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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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两位姐姐约我见面吗 我的手表怎么在你这儿 弄同人家了 这手表是文歌办公室的 我看一直放着我就拿来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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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你的呀 反正你就说了 你 哇 哎 姐夫来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好戏就该开场了 就该开场了 一年前你勾到上家公司的老板 害得人家离婚又不嫁给人家 三个月前你刚跟公司的女同事 搞暧昧拍照片 闹得家里鸡犬不扭 现在又来玩这一套 你们就是老话说的 渣男见女天生一对是吗 我说天下男人千千万 那么多没结婚的 你怎么老还找已婚男啊 就喜欢剪别人的破鞋穿吗 论长相你没我姐漂亮 你哪来的自信勾引我姐的男人呢 自找不懂的什么叫自尊自爱 你有病吧 怎么不说他 说他什么 索菲亚不过是出来演出戏 但你又是马脚而已 伦伦是 是他先勾引我的自别 看 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 海王的鱼桃 不养贤鱼啊 作为一个男人 请你有点担当 别做指挥下半天思考的动物 戏到这里也该收场了 离婚协议和解聘通知 明天一起放到你的办公室 你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 靠点儿不入流的小九九 还真以为能少奋斗几年了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谁玩儿聊战啊